嘉義縣金中營區群聚再擴大 繼兩名新兵確診後 匡列第一圈密切接觸者 才新增五名新兵裁檢陽性 結果全營擴大裁檢 又再驗出兩人染疫 累積營區已經有九個人群聚感染 另外中正大學也傳出 游泳學生身體不適裁檢確診 雖然收假日沒有到學校 不過他曾經在連假期間 到活動中心的社辦處練習 衛生局也緊急匡列了九名師生 校園活動中心 里里外外大面積清消 全台在新增一所大專院校 出現確診學生 這回是嘉義的中正大學 這名大學生六號身體不適 自行買快篩試劑 結果呈現陽性 進一步就醫採檢確診 目前還有呼吸道症狀 衛生局展開疫調 發現連假期間 他曾在五號到活動中心的 社辦處練習 因此活動中心全動清消 也匡六九名師生進行採檢 有可能的也在快篩跟PCR之中 那目前來講 我們本校因為只有一位確診 現在還沒有 暫步沒有考慮停課 但嘉義線疫情不只燒進校園 連營區都文獻 國軍化學兵進到京中營區 全營大清消 願離頭爆出兩名新兵染疫後 第一圈密切接觸者 才新增五名新兵 皮下呈陽性 第二圈營區內擴大採檢 四百一十八人中 確診人數又加二 等於這期營區群聚 累積有九人確診 依照國防部及地方防疫中心的指導 對人員實施治療與隔離 營區已同步完成消毒作業 營區校園接連淪陷 嘉義線疫情同樣拉起警報 營餐城武嘉義報導 疫情燒進校園 台南今天傳出有四所學校停課 先是有國小學生連假期間出遊 跟確診者足跡重疊 全校預防性停課一天 接著有國中生因為掃墓家族聚餐 接觸到了確診者 全校也是停課清消 至於某大學則是有學生確診 全校也緊急改採線上教學 修護車出現在校園 疑似學生確診被載往隔離 疫情燒進校園 校方全面大清宵 校方證實確診的是外縣市同學 親民連假回家團聚 五號返校準備收假上課 當晚就接貨家人確診 採檢後也染疫 同寝室一名室友緊急採檢因性 雖然確診學生回校後 僅在寢室接觸過室友 但校方不敢大意 全校改採線上教學到這個月十號 疫情影響不止大學還擴及國中校 家長一早在孩子上學 被通知停課急忙又掉頭再回去 這所國小發通知 廉價期間有學生與確診者足跡重疊 保險起見全校停課一天 該班停課兩天至於足跡重疊學生 調查有脫口罩接觸必須居家隔離 另外這所國中則是有學生採摩期間 家族聚餐接觸到確診者 全校停課一天的時候 進行全面性的仔細的一個班級內 辦公室內以及全校環境的一個傾銷 單單七號一天台南統計有兩所國小 一所國中一所大學預防性停課 疫情升溫下不得不警戒 記者黃富奇台南報導 高雄薩克斯風女樂手傳播鏈 昨天又新增22名確診案例 一傳28傳染力非常的強 有新聞指出她在發病之後還到處表演 對此她也自拍了影片喊冤 說她一出現症狀之後 就馬上去買了快篩試劑來檢驗 兩次都呈現陽性 隨後就被關進了負壓隔離病房 並沒有在外面趴趴走 希望網友們不要因為不時的報導 對她留言攻擊 那麼同時她也指出 懷疑自己被傳染的時間點 就在3月31號的私人會館表演 或者是在咖啡廳 高雄薩克斯風女樂手傳播鏈 6號又新增22人染疫 目前一傳28傳染力超強 有新聞指出女樂手在發病後 還到處表演趴趴走 讓她跳出來喊冤 報導中裡面有寫說 女生是不是有什麼發病的 還出去表演9天足跡遍布各地 都不是真的 4月3號才算是有鮮為的 鮮為症狀 女樂手表示她4月2號在戶外表演 淋了整場雨 隔天出現喉嚨痛症狀 因為只打兩劑疫苗 加上屬於高風險工作者 她提高警覺自行買快篩 兩次都是養性 馬上就被收拾進負壓隔離病房 沒有在外面繼續表演 女樂手在限時動態放上台南市府公布的匡列篩檢結果 1308位接觸者全部陰性 她說沒辦法選擇遇到的賓客 自主快篩已經是在保護大家安全 同時也指出懷疑自己被傳染的時間點是在3月29號到31號 其中可能是31號晚上的私人會館表演 或是26號去的猛男咖啡廳 那裡是她最喜歡的下午茶店 可能是在脫口罩用餐過程被傳染 女樂手指出目前同台演出的同事 同桌朋友和家人 檢驗結果都呈現陰性 加上感染源還不明 自錄影片澄清 只希望網友們別再因為不時報導 對她做出人身攻擊 記者陳玄成瑜 高雄長報導 張浪蔡英文正式定調台灣防疫策略 將以減災為目標而非追求全面清零 不過專家擔心 要達到減災的關鍵就是 抗病毒藥要足夠 不過目前2300萬人只有兩三萬的藥量 平均每1000人才可以分到一份藥物 醫師也直言這個比例 要減災的話可能很難達標 醫師認為至少要備齊 總人口數5%的藥量 也就是大約100萬人份才足夠 國內疫情加速升溫 總統蔡英文喊出 台灣將不再追求全面清零 而是走向減災防疫 策略醫界普遍認同 不過以目前國內的抗病毒藥物儲備量來看 專家直言要減災恐怕很難達標 這個是正確的方向 也是全世界目前都在走的方向 其實要準備相當多的藥物 而且你要知道 你的藥物是要配到全省去的 我們目前的藥量大概頂多不到兩萬人份 所以還有很大的一個距離 這個是我們必須去努力的 根據指揮中心數字 目前國內抗病毒藥物包括瑞德西偉 在內約有2.3萬人份 以2300萬人口推估 平均每1000人才能分到一份 藥物明顯不足 醫師認為至少要備齊總人口數的5%藥量 也就是約100萬人份才夠 另外想要達到減災目標 還要做到快速診斷 三劑疫苗也得打好打滿 打疫苗被逐藥物提高診斷效率 基本功都做好 減災防疫才有辦法落實 記者正好不得 請問您為啫 automatic 停止 三一片 三 二оне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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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